沒有了四季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u 今天要來看西班牙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島嶼 這個地圖是很久不見的 這個島嶼一個特色中間都是有些礦產 這個礦產有一些少量的手跟黃金 所以是到了後期是一個 兩家必爭之地 單挑的島嶼來說 會比較需要注意的事情是 對方沒有打海 沒有打海的話很容易打登陸 那如果是打登陸戰的話 自己海就不能打太多 就是要適時的停止戰船 但是如果你一停戰船 對方也會可能就是入轉 反正打陸地轉戰船 這個心理博弈的部分 大家晚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就是任何方面就是適可而止 不要轉太多 那這場比賽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的話再次改版 這個火炮戰船改變了很多 他這個炮彈射速跟以前一樣快 但是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火炮戰船終於可以踢地板了 就代表說他可以預判一些位置 去打對方的火炮 或是距離投資 或是大量的遊俠的移動位置 當然這個對於是西班牙人比較有利的 因為其實他的文明的火炮戰船 這個飛彈速度射的是比較慢的 那西班牙的火炮戰船射速是非常快的 基本上只要一秒鐘 就可以正中你想要擊中的地點 所以西班牙人在海戰來說 應該是霸主的存在 基本上可以用火炮戰船當主力的 也只有西班牙人 我個人的感想是這樣子 當然打海戰的話 西班牙人你也不會想只出火炮戰船 乃說會搭配一些火戰船或火炮戰船 做個混搭策略會比較好一點 西班牙人這次改版了 也是改了非常多 西班牙人這負責被nerf 就是他的遠防少了一點 所以到了他去逛TC的時候 更容易死傷慘重 還有被劍塔射啊 城堡射都是非常痛的 還有戰毛兵奴兵 都有對這個矽陣的強化打擊的效果 除此之外的西班牙人 這個兵工廠研發是不需要任務黃金的 但是他現在新增一個科技 每按一個科技研發完之後呢 都會增加20黃金 包括這些經濟科技也一樣 一級伐木一級農 都可以增加20黃金 可以讓他前期可以打一些特殊的配置 打這個三棒棒 然後轉裝甲 也不用玩黃金的方式 你只要點下的織布技術 這個黃金會補回來一點 相當方便 西班牙人的話 後期還是比較偏向於打這個遊俠路線 才可以拯救世界 只單靠打西班牙人征服者的話 是有點虐慘 只能說對方不太會玩 所以西班牙人征服者就可以搞定了 遇到會玩的話 還是要出到遊俠 會比較好打贏對手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對手是選擇的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這個文明打海戰亂 其實並沒有那麼亮眼 但是他的這個生旅 打這個戰船系的是很有打擊 因為阿茲的生旅血量非常厚 所以即使不打海戰打贏 也可以用這個生旅岸邊遭翔 也可以遭到一堆戰船 而且打登陸戰的話是非常強大的 畢竟他的這個老鷹 生產速度非常快速 這個軍事建築物 這個軍運 生產工作是加11% 但是前提你要打登陸的話 通常海戰都是要打贏 你少有可能打這個登陸戰 不然你很容易 一打登陸馬上又被擋架 有打跟沒有打一樣 阿茲打海戰還有一個優勢 就是他的這個資源量 攜帶量比較多的關係 對經濟上來說 會比其他文明好上一點點 就有可能阿茲就可以前期打贏這個海戰優勢 然後拿下勝利 稍微加速一下 那海戰的一個通常SOP 都是按下21P至22P左右 就可以點封建時代 或是直接打直撐也可以 那直撐的話就是25P 會比較穩定一點 或24P 小一點的話23P 那如果是要打這個城堡時代的海戰的話 就是雨傳也不能出太多 或是封建時代打海 這點又出到4艘就極限了 這輩子安3艘而已 好 兩邊都是打封建 但我以為他們是要打城堡 因為兩個碼頭都蓋後方 都偏遠的位置 但他們現在要直撐也是沒問題的 這個資源量其實很OK的 你給人挖金 看起來 好像要直撐 我看一下這個阿茲特克怎麼打 好 西班牙人補下織布 哇 打直撐沒錯 阿茲直接直撐 好 直接點完織布後 城堡時代點一下 西班牙人這邊配置有點尷尬 主要是因為他這邊還是要打戰船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就點城堡時代 OK 兩艘戰船已經繞到了阿茲的後方 但是阿茲後面已經準備好了火戰船 就來反制對手了 好 直接開燒 還是這裡無視火戰船 想要來針對對方的漁船 做一個打擊 只要能抓掉兩艘漁船就很賺 這個戰船就沒虧了 好 一艘應該可以收掉了 那兩艘戰船 只要3發集火掉漁船的話 就可以直接輕鬆收掉了一艘 好 這邊兩艘直接看到戰船也沒想要秀 直接就選擇回撤 好 先點一下一級射 二級射趕快很好 等到弩炮戰船好的時候再趕快下 好 這裡直接補下了火蒙桶 然後待會再下這個弩炮戰船升級 但這裡沒有足夠木頭 因為這裡要先開TC跟修導院 先撿生物 那我們剛剛有說 剛剛阿茲特克的話 其實打勝率戰 打延暗防守 勝率是有一定的優勢 勝率趕快撿這兩個生物的黃劍跳不掉快 因為阿茲有這個團隊加成 生物的跳動速度會增加33% 所以代表說他撿三個生物就等於四個生物的效果 所以中間這個生物早點去偷拿起來 也是對阿茲比較好的 那後期容易打到這個沒有黃劍的狀況下 阿茲的這個生物加成 也可以讓他在後期拿到一點優勢 所以這一場就是比賽 是一個打農 一個是打強軍事的一個路線 非常值得觀看的一場比賽 這邊陳寶石帶來先下了一個修導院 先來解生物 這邊應該是有看到生物是偏向他的 所以這邊趕快修這個 御書場可以先按一掃 但是阿茲的遠洋戰艦 也是要來看一下對手在幹嘛 那西班牙這邊好像把這些島金蓋了一圈的房子 打得非常珍長 戰艦繼續往前 我們用二倍速稍微來看 戰艦這邊看到火魔童 稍微反擊一下 殘血拉走 這應該是2000分應有的表現 這邊再射一下 回頭4阿 哎呀這個回頭沒有機器射 反而多吃一點傷害 這兩艘要趕快直接撤到碼頭了 這艘火戰團到了後方 沒有直接繼續行駛 這裡還沒有升 這艘火戰可能升級 有點意外 兩邊都沒升 兩邊都在拚經濟 西班牙這邊可能第三個TC要趕快補下 可以考慮蓋這個位置 這裡都可以 都是蠻適合開TC的地方 這樣的話前期部分會比較無聊一點 單挑來說的話 就是你打我的我不打你的 這邊三個修道院 三個生物直接拿下 非常快速 運輸船也蓋了 阿茲就沒有辦法拿到三個生物 就有點可惜了 這個兩個燒燈怎麼蓋這麼近 他只補下了第四個TC 喔 果然喔 選阿茲打海戰就是想要農 農完之後 跟對方打個時代經濟差 然後直接碾包對手 然後打個登陸 可能是阿茲的想法 那後方的魚闖直接被逼走 剩下一艘而已 一艘夭桃 戰艦持續追擊 阿茲這邊沒有想要第一時間 就打這個戰艦 反正是選擇僧侶開 僧侶能跑得掉嗎 唉唷 這邊秀 嗚 還是倒了 這裡很想秀僧侶 但還是秀不到 好 那趕快點下帝王十代 再點下這印刷技術 僧侶的招搶距離 再增加三射程的話 就會很輕鬆的招下對方的武炮戰船 來挖金礦 好 修葬院跟大學 這邊招 再招看 哎呀 僧侶會倒 他這有點神聖思想阿 僧侶科技都沒有補完阿 但這時候的僧侶壓力有點大 回頭再找一下這個僧侶算帳 射石 好 果然是要打個經濟暴的一個時代查 好 他們還繼續點下 但西班牙這邊也不會落後太多 這個資源其實也可以點了 只要稍微買賣一下 我剛說買賣一下 你就真的買賣一下 這麼聽話 好 西班牙這邊直接打個對目戰 太狠了 好 直接下一根城堡 向來巨頭開拆 來 帝王時代趕快先按 就是他應該不知道 阿茲這邊已經有帝王時代了 魔化妝團可以補下 六王技術 戰艦開始慢慢生成 希望征服者開始出來 但還好 阿茲這邊抗吸增其實是蠻有效果的 生旅嘛 射程比這個吸增還要遠 好 趕快先按巨型投石機 跟這個重型火戰船 好 這邊這個礦水有點危險 被抓掉的話 就有點麻煩了 好 這邊勝率可能趕快按了 勝率有在補 OK 印刷技術呢 印刷技術還沒有開始按 這邊一隻臭迷之被砰砰 很難受 好 找到了一隻 這隻吸增 好 可以再找個一下 你找到嗎 喔 可以啦 舒服 舒服 再找個一下 好 這邊的招應該來不及 要倒了 喔 還是找到了 哇 這邊吸增直接被解乾淨 這就是生理解新鎮的方法 其實蠻簡單的 但是手術操作還是蠻要求的 好 海戰部分的話 阿茲特克重型火戰船 繼續給救所壓力 這邊的話是由於是有城堡存在的關係 所以火戰船剛不能來 現在由於有這個重型火戰船的關係 現在出弩炮戰船很容易被壓制 這邊吸增要點一下自爆船的升級 重型爆破船 要來爆破一波 要讓人知道 對方指出 火戰船的話會有什麼下場 這個自爆船很好搞定 好 這邊TC村民在按了幾隻 這邊點了救贖思想 再蓋幾個馬丘 但這個馬丘能蓋得起來嗎 村民一直被射射 哇 直接射光 被滴掉這些單位 好 西班啊 這邊完全沒有有海上優勢 本來是阿茲特克要來開始打海戰 這邊重型火戰船數量其實很多了 但右邊這邊已經偷偷建立起了新的殖民 海軍基地 這邊海軍基地再建立起來是有機會逆轉 重型弩炮戰船直接起來 上海激素 好 幾艘重型爆破船已經standby了 待會你敢枕頭來我就敢枕頭炸 阿茲特克應該是沒有想到對方已經轉出來了 好 看一下西班牙的家裡 其實有點 不是很好的感覺 經濟沒有過得很好 這裡可以考慮點一下手推車 補一下經濟 好 果然轉了英勇士 阿茲我們剛剛說 他打登陸戰其實很強大 這邊待會老鷹出來 對面的僧侶也是很難招響掉這些老鷹 這裡趕快補一棟城堡 這是什麼TC 還不是城堡 中型爆破船沒有炸 西班牙這邊沒空好 這邊炸了一波 對上重型火戰船就是這樣炸來炸去 這個就是欠炸 來吧 再炸了一波 我靠子 炸了一艘 尷尬 好 阿茲這邊把這個城堡 蓋在了中間的礦區 剛才是拼了命的 想要把這個礦區給拿下來 這邊等一下的霸權 西班牙想要來增加一下村民的戰鬥能力跟血量 想要用拳套 拿村民拳套來扁這些英勇士 好 看一下可不可以扁得贏 應該是可以的 這個霸權科技好的話 4K打得贏老鷹的 攻擊直接變9攻 老鷹現在只有7攻 7攻的老鷹 而且聰明的防禦力也比老鷹高 現在每一隻村民都比這個老鷹還要強 直接拿全套扁了 沒有問題的 還扁得贏 血量也贏得了 而且還不用黃金 這就是C代 大全科技 OPOP 但這邊還是習慣性手村 其實他不用手村了 拳套拿起來扁就對了 這邊由於被蓋住城堡的關係 這邊碼頭跟戰艦只能被逼到甲窩 但這邊重新火山船直接硬吃城堡傷害 這個可能沒了 巨型頭司機可能會被拆掉 但應該沒有辦法 後面還在補一些 OK 補一下二級射 剩下城堡跟射屬傷害 自暴船炸一下 舒服 後面還有一艘 這一艘再來看一下 還想跑啊 彈火彈團這邊 又炸到了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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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這麼炸我就舒服多了 再來 繼續炸 繼續炸 好舒服的畫面 極度療癒 這就是重新火山船 好 這邊再打一次登陸 但這次登陸也沒有帶任何單位 只有村民 村民直接拿懸道開扁 距離頭司機 稍微拆一下應該可以行動拆掉 發現這次登陸又不成 不能選擇撤退 欸這裡沒有全部載完了 乘客沒有全部上船 欸欸欸 丟下一個南村民 直接棄屍 這個屍體會跑 好 龍貫戰爭 等一下 待會來陰傷害也會變高一點 但這邊登陸戰 遲時沒辦法打出很好 這邊直接繞背喔 這邊偷蓋可能會比較好 繞幹技術 好 起碼這邊可以考慮出火炮戰船 稍微反擊一下 但由於海戰一直沒有打贏喔 所以他也不太敢出 因為現在只要一出火炮船的話 很容易被對方的這個 重心火戰船直接貼著打 有點危險 不然就是西班牙直接轉這個 修道院的科技喔 畢竟這次西班牙 招翔科技喔 也是變得很強 招翔是不是變快之外 這個 環教室喔 血量又多 跑得又快 兩邊都是很適合打招翔戰的 好 這邊村民直接扁軍營 速度非常快速 有霸權就是強阿 村民直接變戰鬥單位阿 很痛很痛 村民打的這些建築物有夠快 老鷹只能產了一隻 就沒了 直接被拳套給硬拔 阿茲這邊其實有點焦頭爛耳 不知道該怎麼打 我剩阿茲的話我想我會怎麼打 思考一下 一樣可能嘗試打分路吧 但是 打火炮戰船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事 因為對面也有火炮 要來針對火炮戰船也是蠻簡單的 我覺得還是要打燈路欸 繼續打海戰可能不太舒服 左右開弓 但這邊也是被看到 但是均勻應該可以起來一些 不然就是要轉一些 那些弩炮戰船出來 會比較好 好 欸 裡面在藏咧 這個 火炮戰船 西班牙看起來 打火炮戰船還是挺給力的 後期 但這邊現在陸地上被登陸 西班牙這邊能及時 擋住嗎 老鷹開始要噴出來了 噴老鷹 要到處飛了嗎 好 戰艦直接出來 哦 3艘火炮戰船 太快 海上集結 開始拆建築物了 後面藏幾艘火戰船 這個自爆船 待會火戰船趕過來 就給它蹦擊了 好 打登錄 看到登錄這邊 很多的村民直接被老鷹捅死 老鷹有龍貫戰戰之後 攻擊比較高了 待會再三公益好 8加9老鷹就要出現了 但是由於海戰沒有完全打贏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火炮戰船可以立即反擊 現在這些建築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可能要在家裡經濟重要區趕快拉起一個防線 看西班牙這邊沒有足夠的石頭可以蓋城堡 好 但是岸邊村民有點慘 趕快要過去打一下比較好這些戰艦 拉了更多村民要來打架 然後西班牙繼續按 西班牙打老鷹確實是很有用沒有錯啦 所以他這邊趕快再轉這個直毛器 跟戰毛兵出來打 這邊想要硬蓋但是西班牙依舊很強大 想要擋住這些老鷹其實有點難 不是 老鷹想要擋住這些西陣有點難 講反講反 好 這邊直接繞了後面 看家裡有一棟城堡 西陣也是軟回舊 火炮戰艦繼續輸出之後 果然大量的火戰船來了 但是這邊自爆船直接炸了一波 哇 這個至少造了十幾艘吧 非常漂亮 火炮戰船稍微回頭打一下 有沒有 喔 很準 這個火炮飛行速度夠快 自爆船在炸光 哇 這邊將近二十艘的重型火炸船 直接被集成 西班牙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而且我剛剛沒有用兩倍數喔 剛剛那個速度就是這麼快 後面航海激素什麼激素全部都點下去喔 這個戰艦移動速度就是這麼快 哇 然後火炮這邊試的非常漂亮 火炮反擊 誰在呼叫艦隊 我覺得西班牙可以加入這個語音喔 那有玩陷害的人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誰在呼叫艦隊 強力建議西班牙有這個語音 非常適合 海上艦隊來啦 可以是火炮的喔 非常猛 就只有西班牙能這樣子玩 把火炮艦隊當成主力喔 好 那就是我們剛剛說的混搭策略喔 自爆船加一些奴炮 然後再加火炮船 好 先拆彩晃地 這樣說明就不能放金晃 好 海戰世界開始慢慢變變的化 上面又蓋了更多的戰毛兵 要來直接切掉這些島上的征服者 這就是有可能當年阿茲特克跟瑪雅遇到的西班牙 西班牙人的畫面吧 即使拿了矛 跟對方的槍互打 終究還是 被砰砰啦 歷史還原 太殘忍了 建築物依舊到處拆 所以這邊還可以用村民拆喔 非常快速 那西班牙村還是很多 一百四十幾隻 戰劍部分也是快要拆完所有的馬虎跟城堡 這邊戰劍也是也可以幫忙來拆這些建築物 這邊繼續在嘗試登陸 中間又來登陸了一些 但是毛兵數量依舊沒有蓄起來 防禦還沒有好 不想的話學 只毛器還沒有點 太殘忍啦 啾啾 OK 超級戰劍已經把海戰打了回來 現在阿茲要怎麼反打回去呢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希望了我覺得 哇你看這火炮多痛 炮擊 處決 非常快速 這個村民怎麼擠一點色怪怪的啊 各龍下水餃 這是什麼 阿茲特克集中營嗎 完蛋了我要被ban了 哇 講的不該講的 敏感用語 完蛋了 太敏感了 是不是要被黃標了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會不會被黃標 應該不會吧 講的那三個字 就被黃標 真的是有點太嚴重了 好這邊出了一點暴勇 來敲一下村民的頭 這個暴勇是敲下去的聲音 很好聽喔 會不會棍子步 西班牙火炮艦隊 持續在阿茲的岸邊掃蕩 村民也是只能四處逃竄 因為這些牧區也是偏岸邊的 那如果這些牧場沒辦法繼續伐木 還是很有可能會直接倒 這邊一直瘋狂修城堡 村民依舊拿自己的生命在開玩笑 努力修 火炮戰艦趕快離開這個射程 然後回頭開炮 OK 開始開炮 好 但是現在打出海邊的阿茲特克人 現在要反擊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 只能依靠這一坨登陸 但這坨登陸又被擋住了 這一坨西針依舊是解不掉 解不掉西針的話出再多棒棒也沒有太大意義 所以這邊停止生產的棒棒 展出了紫毛細科技了 右側火炮戰船 繼續開稿 繼續射射 右邊碼頭補下 看來是覺得要重回初心 打海 但是你拿什麼打海 你只有二生物 黃金歸零 人家有強大的火炮戰艦 還是精銳的喔 超強 你呢 阿茲 你只剩下一些肉 然後想幹加黃金 太不給尊重了吧 想幹加黃金 這有點好笑 好 但是把這坨子的數量稍微減少了一點點 但是強大的艦隊又來到了岸邊 持續輸出 這邊岸邊戰艦支援 沒問題 好 這邊有少量的重型武道船 來燒這些戰艦效果速非常快速 奴炮戰船 前面沒有火戰船在擋著 也沒有自爆船 完蛋 這些火炮戰船也沒在看 雖然損失這些戰艦 但效果非常好 看來最終希望還是要打這個重型火戰船 真的是阿茲最後希望 好 這邊全部被截滅 雖然西班牙人也是損失了一堆村民 但終究還是把自己的木區跟黃金拿下來 重要資源已經確保住了 阿茲這邊反而是木區有點危險 就在岸邊而已 黃金也是挖完狀況 木區大會也被封鎖的話 基本上就要打GG了 這邊還有另外一隊的火炮戰船 分隊 第二艦隊跟第一艦隊 阿茲這邊集結最後一波力量 闡述了最後的23艘 強大艦隊 火炮戰船直接回頭一開炮 還是收掉了一些戰艦 好 這邊有個壯觀的海戰要來看了 最後一戰 入死死守 阿茲特克 動性火戰船對上西班牙的黃金艦隊 這爆船炸個一波 火炮戰船要不要自由開火 還在往後撤 原火炮戰船跑比較慢 因為船上有火炮 移動速度反而就不會快到哪去 但火炮自爆船就再來炸了一波 哇 這一坨 又又又一坨 完了 沒了 心態炸裂 打錯了GG 喔不 連GG都沒有打 這個爆炸就是藝術阿 真的是太會了 來 看一下禁忌 西班牙這邊禁忌 食物跟木頭直接屌虐 雖然阿茲在島上有黃金 稍微贏了一點點 之後也是喔 但最後還是被西班牙人這邊打回去喔 那你看阿茲這邊的生物真的是細節 兩生物就跟三個生物的西班牙基本差不多了 所以阿茲撿生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但是到了中後期喔 真的是科技就是關鍵了 人家有火器你沒有啊 然後你的火戰船也沒有散開 自爆船一來你就直接全倒 直接曝光 或者是阿茲特克後期海戰很難打的原因喔 基本上沒什麼反制手段 那後期你看這邊 木區也是被戰艦狂打 也是蠻難受的 所以島嶼這個地圖還是專注打海戰就好 那陸戰還是你海戰有一定的優勢之後 你有這個岸邊支援 再打登陸戰會比較適合 我覺得世紀帝國有些戰術喔 跟這個現實都蠻像的 像這個諾曼滴登陸一樣喔 雖然對方的陸地防守非常堅實喔 但是後方有這個戰艦阿 還有這些空中支援 各方面支援 登陸戰才可以得以成功喔 不然打登陸戰真的是會 犧牲很多人命的 過於寫實阿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下支援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